大家好,我是epixia 今天来做一期历史上的吕布 但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因为最近来了很多新的小伙伴们观看 我就想要先快速的介绍一下 我的这个频道和大部分主要视频的内容 就拿本期的视频人物吕布做个例子 我的视频主要是翻译 证实史书上面跟吕布相关的内容 比如后患书和三国志 所以我的视频里面是不会出现 吕布一个人击退一千匈奴人 或者吕布大战 燕山剑圣王月三百回合的这种事情 这些小说演绎或者野史里面的事情 是不会出现的 最后我不会强加任何主观的意见或者看法 吕布是个什么样的人 还是由各位看官评论 那么我们开始吧 吕布自奉仙 生年不祥 五元郡九元县人 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的时候 就已经是丁元的部下了 吕布因为骁勇山战 攻马贤熟 在宾州刺史兼齐路位的丁元麾下担任主部 在河内驻扎 丁元也非常的亲近吕布 公元189年 汉林帝刘洪驾崩 丁元受到征召 率军进入洛阳 与何静一起密谋除掉专政的宦官势力 丁元被人名为植金玉 但是他们的密谋失败 何静被宦官杀死 董卓进入洛阳 挑起大乱 想要杀了丁元 吞并他的军队 董卓见吕布是丁元的亲信 就诱使吕布杀了丁元 吕布砍下了丁元的脑袋 献给了董卓 董卓就封吕布为齐都尉 两人发誓结为父子 董卓十分的信任和亲近吕布 吕布擅长骑射 力大无比 被称为飞将 一段时间后 吕布升迁为中郎将 封都亭侯 后来 董卓又命令吕布去挖掘各个皇帝的陵墓 和宫庆大臣的坟墓 把所有墓中的珍宝全部都收走 再后来 诸侯们联合起来讨伐董卓 董卓就派遣吕布和胡枕前去迎击 但是因为两个人的关系不好 军中的士兵如同一盘散沙 一分的混乱和恐慌 随后为孙坚击败 这时 董卓亲自带兵去和孙坚交战 也战败逃走 孙坚接着进攻洛阳 在洛阳的宣扬城门和吕布交战 吕布再次被孙坚击败逃走 退守到长安的董卓 知道自己做了多端 所以在平日里猜忌多疑 无论去哪儿都要吕布跟随护尾 可董卓的性格暴躁极端 因为一点小事就向吕布投掷手挤 幸亏吕布伸手矫洁 躲过了手挤 向董卓赔罪 董卓这才作罢 但吕布也因此开始怨恨董卓 这时 又因为吕布和董卓的侍女私通 害怕被董卓发现 而当初 因为王允觉得吕布勇武 对吕布非常好 吕布就去找司徒王允 告诉了王允 自己差点被董卓杀掉的情况 这时 正好王允正在和另一个大臣 谋划着怎么除掉董卓 就告诉了吕布他们的计划 希望吕布能够成为内应 吕布却说道 可我和董卓是父子关系啊 王允回答 你姓吕 本来就不是董卓的亲骨肉 现在不担忧你快要死了 还管什么父子关系 董卓在向你投掷手挤的时候 有顾及父子之情吗 吕布听完后 就答应了杀董卓的计划 公元192年 有人把吕字写在布上 招摇走过集市 并且唱着 布哟 有人看到后 就告诉了董卓 但董卓并没有领悟到什么 到这一年4月的时候 汉姓帝留邪 患病出狱 就想要大会摆棺 董卓在出门的时候 马受到了惊吓 摔了一跤 董卓的妻子 想要阻止他出门 但是董卓不听 并且让众军 护卫他进入宫殿 吕布则在董卓的后面护卫 这时 王允和世孙瑞 正在向汉姓帝 汇报他们刺杀董卓的计划 让世孙瑞写照出给吕布 令吕布 李肃和石鱼勇士 穿上服装冒充卫士 在北夜门里面等待董卓 董卓就在快到的时候 马匹受到了惊吓 直步步前 董卓本想掉头回去 但吕布却劝董卓进去 董卓进了北夜门后 李肃用长脊刺杀董卓 可董卓身着铠甲 没有刺破 但手臂受了伤 掉下了马车 大声哭喊道 吕布在哪儿 吕布出现 说道奉赵逃贼 董卓大骂道 庸狗 你胆敢如此 吕布听到后 用长矛杀了董卓 董卓的主部和奴仆们 想要扑向董卓的尸体 也被吕布全部杀死 董卓死后 王允任命吕布为奋威将军 贾杰 得到和三公同样的待遇 加封为温侯 和他一起执掌朝政 自从吕布杀死董卓后 梁州人和吕布互相害怕 也憎恨着对方 王允一开始 想要释放董卓的旧部 吕布数次劝说王允 王允就说道 他们无罪 只是跟着董卓罢了 但如果特赦了这些 有恶逆罪名的董卓旧部 又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所以赦免他们 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后来 吕布又想把董卓的财宝 赏赐给公卿和军队 王允又不准 并且看不起吕布 以对待一个剑客一样 对待吕布 吕布也认为 自己有功劳 经常吹嘘夸赞自己 但既然王允没有很在意自己 就渐渐地开始与王允不合 因为王允不肯赦免扬州人 董卓的旧部 李绝等人就集结在一起 反攻长安 吕布和李绝交战战败 率领数百名骑兵 把董卓的脑袋系在马上 逃出武关 直奔南洋 想要投奔元树 吕布逃走的时候 在城门遇见了王允 问王允要不要一起逃走 王允拒绝了吕布 吕布去投奔元树 这里有两个版本 后汉书里面说的是 元树对吕布非常的好 但吕布自是杀了董卓 对元氏有恩 就放纵手下强掠 元树很头疼 吕布也感到不安 就离开了元树 跑去投奔在河内的张扬 三国志里面说的是 吕布认为自己杀了董卓 替元氏报了仇 元树肯定会优待自己 可是元树厌吕布的反复无成 拒绝了他的投靠 但两个版本的最终结局 都是吕布离开了元树 当时李爵等人正在悬赏通缉吕布 张扬的部下都在打吕布的主意 吕布感到害怕 就对张扬说 我们是同乡 现在杀了我 未必能有多大的功劳 不如把活得我献出去 你也可以得到李爵的赏赐封决 张扬则表示赞同 但不久之后 吕布就逃了出去 投靠袁绍 袁绍接纳了吕布 并且和吕布一起去攻打在长山的张燕 张燕有精兵万余人 数千骑兵 吕布经常骑着他的宝马赤兔 和自己的部下 陈连 魏月等数十骑 去冲杀张燕的军队 一天会去个三四次 每次都砍了敌军的手机回来 就这样接连作战了十余天 击破了张燕军 吕布自恃自己击败张燕有功 就向袁绍请求增加军队 袁绍不允许 但吕布的军队十分的凶残 时常到处抢掠 此时的袁绍 也和当初的袁绍一样 感到懊恼头疼 吕布感觉到了袁绍的不满 内心惶恐不安 就向袁绍请求离去 袁绍答应了吕布 派人去给吕布送刑 暗地里命令那人去暗杀吕布 吕布怀疑袁绍要杀自己 就派人在帐中弹着争 而自己悄悄地跑得出去 深夜的时候 袁绍派遣的人想要去杀死吕布 却发现吕布早就已经逃走了 袁绍得知后 接着派人去追击吕布 但是这些人都不敢上前 就这样 吕布又打算去投奔张燕 在路途经过沉流的时候 太守张淼派人去迎接款待吕布 临别时 两人握着对方的手臂 发誓交好 公元194年 曹操率军讨伐陶谦 曹操的部下 陈公等人谋划背叛曹操 陈公亲自去劝说 留守在眼周的张淼 当今群雄并起 天下大乱 宁拥有那么多的土地和军队 又处于四战之地 实践虎视天下 也算得上是个豪杰 可却一直受制于人 这不是有损身份吗 现在曹操率领军队东征 眼周空虚 吕布是位猛将 勇猛无双 可以迎他来眼周 等待和观察天下的形势 只要机会来了 就可以纵横天下 张淼答应了成功 和他的弟弟张超 成功等人一起迎接吕布 让吕布当上了眼周墓 占据的濮阳 眼周大部分郡县都响应了 他们的号召 只有三个县城没有反叛 吕布率先带领军队进攻卷城 但没能攻下就撤回浦阳 此时曹操立刻率军返回 和吕布在浦阳交战 吕布出兵迎战 先派骑兵去进攻青州兵 青州兵四散奔逃 曹军大乱 曹操本人也冒火突围 摔下了马 左手掌也被烧伤 曹操退走之后 命令部下赶遭功臣器械 再次进攻吕布 双方僵持不下一百多天 这时蝗灾突然来袭 百姓们没有东西吃 吕布军的军粮也已经耗光了 双方就各自退兵了 公元194年9月 曹操返回眷城 吕布也抵达了盛世县 但是被当地人李靖击败 退守到了山阳 公元195年春天 曹操带领军队袭击定逃 没能攻下 但这时吕布来源 曹操率军击败了吕布 同一年夏天 曹操出兵攻打巨野 吕布尝试救援 但没能成功战败逃走 吕布的部下被斩首 吕布逃走后又和成功会合 再次集结了万余人 来和曹操交战 当时曹操虽然兵少 但布下了伏兵 出其不意的大破吕布 又一次战败的吕布 趁夜逃走 投奔刘备 曹操则率兵平定了 衍州的圣渝郡县 这时的刘备是徐州牧 占据的下批 正在和袁树相持着 袁树想要引诱吕布攻击刘备 就写书信给吕布说道 我举兵但没能杀了董卓 可将军您杀了董卓 为我报仇雪耻 这是第一个功劳 将军讨伐曹操 使得我眼睛明亮 这是第二个功劳 最后 我从出身就没有听书过刘备 但他却举兵来和我作对 凭借着将军你的神威 我就可以击败刘备 这是第三个功劳 将军有这三大功劳 袁树愿意侍奉将军您到此 将军您连年在外征战 粮食不够 现在我送上二十万壶大米 不止如此 我还会不断地送钱粮来支持您 吕布看了信后大喜 带领军队袭击下批 俘虏了刘备的妻子儿女 刘备败走到海溪 饥饿困苦 向吕布投降 而吕布也恼怒 袁树不再送粮食过来 就用车马迎接刘备 让刘备当豫州刺士 囤住在小沛 吕布则自封为徐州墓 这时 袁树害怕吕布会成为自己的祸害 就为自己的儿子求婚 双方结为亲家 吕布答应了 后来 袁树派遣激灵 率领三万军队来进攻刘备 刘备就向吕布求救 吕布的部下对吕布说 将军一直想要杀了刘备 现在可以借袁树的手杀了他 吕布说不行 如果袁树击败了刘备 我们就会被袁树包围了 不得不救啊 说完 便率领布其千余人 赶往刘备那里 季灵等人听闻吕布到后 就停战收兵 吕布将军队驻扎在小沛城外 让人去通知刘备 并且邀请季灵一起饮宴 吕布在宴会上对季灵说道 刘备是我的弟弟 但现在被你们所困 所以我来救他 我吕布不喜欢争斗 只喜欢解斗 随后就命人把一只己 立在营门 拉弓然后说道 诸位看我射那只己的小只 如果我射中了 你们就得各自推兵 不可以留下来争斗了 结果吕布一箭射中己的小只 季灵等人惊讶地说道 将军真是天威啊 第二天 众人又愉快地聚会 然后就各自撤军了 后来袁树派遣使者 韩映去告诉吕布 他要见号的事情 同时也请求两家结亲 吕布就让自己的女儿 跟袁树的使者走 成规害怕 吕布和袁树结为亲家后 徐州扬州合为一体 将会成为国家的灾难 成规就对吕布说 曹操迎奉天子 光镇国家 辅佐国镇 威镇八方 将军您应该和曹操合作 这样天下就能够安定 但今天您要和袁树结为亲家 这样的话 您将会担上 背叛国家 不义的罪名 到时候 所有的诸侯 都会有理由来讨伐您 形势将会对您不利 吕布听到后 也一直怨恨袁树 当初不接纳自己 就追回了女儿 撕毁婚约 把袁树的使者送到了许昌 曹操杀了袁树的使者 后来 成规想让自己的儿子 去见曹操 吕布不准 这时 朝廷的使者抵达 封吕布为左将军 吕布大喜 就让成规的儿子 成灯立刻出发 去感谢朝廷的恩典 成灯见到曹操后 就说吕布 有勇无谋 为人轻浮 应该早做打算 除掉吕布 曹操回答道 吕布就是一头 两不熟的狼 当然了 你最了解 他的真实情况 随后 就将成规的俸禄 提升到了两千石 封成灯为广邻太守 临别时 曹操拉着成灯的手 说道 东边的事情 就拜托你了 命成灯暗中集结人马 作为内应 最初 吕布想要通过成灯 去求得徐州牧的职位 但没能成功 成灯回来后 吕布大怒 拿着挤 看到桌子上 说道 你的父亲 劝收我和曹操合作 拒绝人数 但如今 我想要的 什么都没有得到 而你们父子 却得到了赏赐升官 看来我是被你们出卖了 成灯却回答道 我见到曹公 就说 养将军如同养虎 应该用肉 将您喂饱 这样您就不会咬人了 但曹操却说 你说的不对 应该是和养鹰一样 要吊着他 他饥饿的时候 就会为我所用 喂饱了 可就会飞走了 吕布听完后就解气了 因为吕布 而导致自己的使者被杀 袁树大怒 派遣大将张勋 乔蕊等人 和韩仙杨凤一起 率领部骑兵数万人 分七路进攻吕布 当时 吕布只有三千人 和四百匹马 害怕不敌袁树 就对陈规说 今天 袁树大军来犯 都是因为你的缘故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陈规回答道 他们的军队 不过是仓促之间集结的 没有任何的谋略和定策 更不能互相扶持 我的儿子陈东早就预测 他们不过是一群 排着队 带宰的鸡 不用费太大力气 就会分崩离析 吕布采纳了陈规的计策 写信给韩仙杨凤 说两位将军都救过皇上 而我吕布也诛杀过董卓 我们都是建功立业 名垂青史的人 现在袁树叛逆国家 我们应该一起讨伐他 可你们为何 跟这个逆贼一起来讨伐我 我们现在可以联手打败袁树 为国家除害 建立不适之功 极不可施啊 随后 吕布又应允他们 在侍臣之后 把所有的钱粮都让给他们 韩仙杨凤大喜 就击败了正在进攻下批的张勋 活捉了乔蕊 其余的人四散溃逃 被杀死和落水的人 不计其数 后来 一个名叫脏霸的人 攻下了一个城池 许诺给吕布一些财物 来结交吕布 但还没有来得及送去 吕布就想亲自去要 这时身为督将的高顺 就对吕布说 将军您威名远扬 远近的人都害怕您 有什么东西是得不到的呢 为什么要亲自去求 万一没有得到 岂不是有损威名 但吕布不听 结果就是因为脏霸不清楚 吕布的来意 紧闭城门 吕布空手而归 吕布是一个做事情 十分随性 变化无常的人 高顺经常劝告吕布 将军做事情时 不肯仔细思考 处事和说话 时常会出现差错 耽误的事情 和犯下的过错 也已经数不清了 吕布也知道高顺的忠诚 但并没有听取 和采纳高顺的话 公元198年 吕布再次背叛朝廷 和元树结盟 派遣高顺 去进攻在沛城的刘备 击破了刘备 这时 曹操派下侯敦 率军来救援刘备 也被高顺打败 夏侯敦战败后 曹操就亲自率兵 来进攻吕布 吕布也亲自率领骑兵 来迎击曹操 被曹操击败 布下陈连 也被曹操活捉 曹操兵临下批城下 给吕布写书信 信中说明了吕布 将会面对的祸与福 吕布看了信之后 就想投降 但是成功等人 因为背叛有罪于曹操 就极力阻止吕布投降 成功对吕布说道 曹操远道而来 肯定不能坚持太久 将军可以率领布骑 驻守在城外 我率领其余人马 守在城内 曹操如果向将军进攻 我就从曹军的背后 袭击他们 如果曹军攻城 将军就从外面夹击曹军 这样过不了一个月 曹操的粮食就会耗尽 到时候 我们发起总攻 就能够击败曹操 吕布对成功的计策 表示赞同 这时 吕布的妻子又对吕布说道 从前曹操对成功那么好 成功都背弃曹操来投靠将军 现在将军您对待成功 远远没有曹操那么好 却要打算丢下城池和妻儿 孤军出城吗 要是发生了变故 我还能做将军的妻子吗 吕布听后就决定不出城了 偷偷派人去向袁树求援 又率领一千多人 想要突围 但都没能成功 退回城内坚守 而此时 袁树也救不了吕布了 这时 曹操开始水烟下皮尘 吕布军方面已经上下离心 当时吕布的部将侯尘 要求他的门客去放牧他的宝马 而门客却骑马逃跑 侯尘追了回来 众将都拿出了一些礼物 来祝贺侯尘把马追了回来 侯尘却分出了一些礼物 和酒肉给吕布 说 依仗将军的神威 我把马追回来了 众将都来祝贺 但我没敢独自尝用 就先拿来献给您 吕布大怒地说道 我已经禁止了喝酒 而你们是想借酒 来一起谋划打我的主意吗 侯尘又恨又怕 和众将一起活捉了成功 高顺 投降了曹操 吕布与身边的部下 登上了白门楼 看见曹军把城池团团围住 就对身边的人说 你们把我绑了 投降曹操吧 身边的人不忍心这么做 吕布就自己下城楼 投降了曹操 吕布见到曹操后 就说 从今以后 天下可以得到平定了 曹操问 为什么这么说 吕布回答 民工您担忧的 不过是我吕布一人 但现在我已经投降于您 我统帅骑兵 您统帅步兵 平定天下 轻而易举 随后 吕布又看见刘备 说道 玄德 你曾是我的座上课 我现在投降 但是绳子绑得太紧了 你为何不开口帮帮我 曹操笑着回答道 绑虎怎么能不紧呢 然后就下令 把绳子放松一点 这时 刘备却突然说道 不可以 民工难道没有看到 丁元和董卓的下场吗 曹操摇了摇头 吕布看向刘备 说道 你这长得大耳的家伙 果然最不可信 随后 曹操月接见了陈公 说道 公台啊 你平身自认 足智多谋 现在感觉如何 陈公指着吕布说 是他 不听我言 才会落得这个下场 要是听我的 结局如何 还不一定呢 最后 在曹操和陈公的一番交谈后 吕布 陈公和高顺 全部都被勒死 他们的手机 被送往许昌市中 再见